嗨 各位 今天来三亚试这台路特斯的YMIYA 其实这台车有三个名字啊 英文就是YMIYA 中文大家都知道叫繁花 但是它还有一个英文音译过来的中国名叫爱美呀 行 它是爱美 我是臭美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路特斯品牌的产品 没有办法 可能是因为随时太小了吧 没机会接触到之前轻量化的那些路特斯燃油时代的跑车 所以不知道各位听到后面的副歌副姐们 你们是否对这个品牌有一定的了解呢 我先给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 路特斯是一个纯种的英国赛车品牌 那到今天已经有74年的历史了 那这个品牌有三大杀手锏 就是轻量化空气动力学和底盘调教 并且F1赛事还专门为它去更改过关于空气动力学的规则 那么在这台车上 空气动力学的设计也是大量的在延续 比如它全系标配的这个像莲花打开方式的这种主动进气格栅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打开的时候 给传动系统和电池散热 关闭的时候降低风阻 并且最多可以提升23公里的续航 然后包括后边的这个两段式的电动尾翼 当然还有选装件了 比如像前方这个主动的气坝 然后以及后方这个主动扩担器 这台车上还覆盖有大量的碳纤维的试板 都是干碳 都很贵 它的行走配置呢 首先是具有一个双枪式的空旋 加上CDC的一个减震器 轮胎前面是265后边305的尺寸 虽然用的只是P0的轮胎 但一会儿跟大家说 它的抓地力在整个的山路里是有多么的变态 前一轮采用了一个6货塞的刹车卡钱 当时那天选装配有10货塞卡钱的探陶刹车 那除了延续路特斯品牌的这些精髓之外呢 它也加入了很多现代的东西 比如说它有4颗激光雷达 是不是很惊艳 一般大家不都立着的激光雷达吗 它做成隐藏似的了 那除了是为了延续路特斯对于空气动力鞋的这种执着与坚持之外 它也是为了像之前路特斯那个经典的Espray那个车型 那个翻灯造型的车来进行一个致敬 所以我真的迫不及待 带大家一起来跟我感受一下 我真的迫不及待 在过弯的时候你还是能感觉到它两吨多的体量 但整体量操控是依旧很凌厉的 指向非常准 你看像这个弯的过弯 这种感受太犀利了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这个看似简单的过弯动作到底犀利在哪了 首先在运动模式下 这套双枪空旋会提供一个脚硬的悬架支撑 并且有了CDC减震器对路面起伏的主动控制 再加上自身大体重的压制 整台车就像吸附在路面上行驶 没有任何多余的弹跳 而前后的主动防心杆可以在路弯的瞬间 改变侧向支撑的阻尼 来让位于前轴三米后的车尾 能迅速跟随车头的动作 完成一个深随异动的过弯 你看这个这么大角度的一个上坡 这个动力的 这个传递的过程 响应太快了 这个坡可能对于燃油车来讲 访客给你更多的是 轮胎抓地力的表现 包括放击转速的这种反馈 但是对一台电车来讲 给你最强大的反馈是 它的电释放 响应是那么的快 不会让你在坡前 稍微内心的 犹豫挣扎一下 完全会吞甲的上去了 当然这台路特斯 在油门调教上的功力 和车辆本身关系不大 只是如此跟脚的动力响应 配合上这条四平八稳的底盘 太让人上头了 你能听到路面上的这些砂石 然后打到肥臀宽体上的声音 真的是 真的是 让这些自然界的参与者们 来反馈到给我们的车身 底盘 轮胎 以及前挡风上 就这种感觉 我觉得只有纯粹的驾驶者 才会享受其中吧 就是在山路里 这些高性能的 电猛兽 它也能够有一个 相对来说 给你带来比较酣畅 且安全的一个驾驶感受 但是如果换成燃油呢 那可能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的好驾驭了 开一台AMD的GTR 对于驾驶技术的要求 会高一些 这么说吧 就是我虽然赛道的驾驶经验 很少 但是我个人 在开这台车 这个山路体验完之后 我可能会迷之自信一下 就是如果我开着这台车 在这赛去刷拳锁 可能也不会太慢 因为它给我的信心 真的特别的足 你想开一台运动车吗 你肯定要手容易出汗嘛 不管你是不爱出汗的人 你鸡的驾驶 应该都会多多少少有点手滑 但它这个材质 虽然不是Okentara的 但至少你握起了在这个位置 你会觉得这个摩擦力是足够的 这手不会说 一会脱靶了 一会滑了 不会 它这个拨片 它不是换挡拨片 虽然它有两挡的变速箱 这个时速在130的时候 就可以升到二挡 但实际上两边 一个是调动能回收 然后这边是调驾驶模式的 所以 当你在日常走街的时候 你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 现在比较休闲的模式 突然有人挑戏你 啪 这一波直接进入到运动模式 虽然不换挡 但是也非常有仪式感 20以下 就都有这个模拟的低速的行驶提示音 但你会发现这车就是低速行驶的时候 你看周围这些环境的隔绝 一下就变好了 这突然就安静了 你跟大车从这过 但你看刚才咱们在这种快速路上 比一个60 70的速度去循环的时候 好像突然间那些声音都进来了 很有可能刚才咱们在快速路上 听到的不是噪音 是空气动力学的声音 如果光看这个视频或图片 你是感受不到这台车气场的 但是真当我开着这台里面 跟在一台黄色里面 后边的时候觉得这个车 首先后台305的宽度 再加上整个后面宽体 这个花单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确实还是挺震撼的 是值这个百万级的价格 我不知道这个内饰是 洛斯的设计团队做的 还是什么设计团队 我觉得就是人家对于信息的 这个提炼程度 就真的非常的精确且巧妙 就是作为一个驾驶者 我需要看啥 时速 对吧 线索 不能超速吗 续航里程 对吧 包括档位 驾驶模式 我觉得足够了 现在基本上 直观给到我的这些 占据主要位置的信息 就是这些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 有的没的 该说不说 这车机 我认为 还是有一丁上手的成本的 因为一上来这界面 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然后包括下方这些小图标 你看 其实这个车辆 才是它的主页面 然后设置 可能在这里 对吧 然后它的整个的 这个每一个选项的模块 相对来说 又会比较小 然后包括你点一下屏幕 它上面会出现 当然这个3D渲染的效果 做点不错了 但是其实肉眼去看 这块还是有一些 锐度跟颗粒度 但你点一下之后 比如说像可以调 这个分段可调的 这个透明天窗 这挺有意思的 把它都调透明 三下天气这么好 我发现咱们这天车 全是光学的护士镜 就没选择 它那个电子的流微体护士镜 昨天我还特意想了 就是这个问题 大部分的 现在的驾驶者 用流微体护士镜 感觉都不习惯 因为主观上 你会发现 它无法判断 跟后车的这个距离 但我觉得可能未来 车辆的并线超车 等等这种动作吧 就不用驾驶员 通过它的经验技术的积累 去完成 可能通过激光雷达 通过摄像头 或者说更高阶一些的 一些科技配置 它就能给你实现一个 相对来说 最规矩最安全的一个超车 所以我觉得 我不排斥那个东西 但是如果让我选 我肯定选那种 光学的后视镜 对吧 还省钱 其实在活动上 媒体的试车时间都不长 为了完成拍摄 不得不提前准备内容 但在开了这台 伊米亚半小时之后 我决定放弃 提前准备好的东西 直接分享当下的感受 因为它在不间断地 给我惊喜 从日常行驶 脚沉地转向手感 敏感且细腻的底盘感受 再到山路里 几乎没有侧倾 和抚养的过弯动作 以及有点 违背物理定律的灵动犀利 作为没开过 燃油时代路特斯的 驾驶爱好者 足以让我享受其中